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获取关于云记好的情报 要快 先生 要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肯定是已经暴露了 我 可以肯定的是 他绕过徐光埔直接跟我接触 说明他已经信不过徐光埔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让我想想 他刚才跟我隐瞒了两件事 什么 乔绍山还有被勇联络站的事 乔绍山还有中表殿 课长已经全面不空了 叶英还没有完全相信 不过 他让我从许位置 不过徐光埔那探听云记号的情报 这是个机会 你赶快回去请示金井课程 好 徐先生 来来来 我帮你 我帮你 我一个人能行 别客气 来来来 走吧 走走走 好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走走走 来来来 别着急 慢点慢点 好好好 谢谢王师傅 小意思 徐先生 你太客气了 我说我这有事 是 这有事 我会让你放下来 我说我被问你 她是不最好 那你不想要 你这小蹄子 罗先生肯教你 已经谢天谢地了 你倒端起架子来了 没问题 你想让我画什么 当然是画我们家小姐喽 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我们小姐长得这么漂亮 罗先生要是能把我们小姐画好啊 肯定能教我 对不对 小鬼头 这得问你们小姐了 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吗 好啊 等一下 小姐 你去画上那件新旗袍吧 你怎么那么麻烦啊 快去呀 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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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呀 快点 罗先生请稍等 小姐 你真漂亮 我坐哪里啊 你就坐这儿吧 转过去点儿 我坐哪里我们的ub escal 我和你坐这儿吧 我过去就没别开 我身边正好 我就是表示龙子 不容易 马上下 马上出来了 马上白了 马上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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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老板 收紧 御伙计划的成败就在你们几个人身上 明天一早你们登上云几号 秘密前往大连港运输运火 然后返回上海逆将而上 前往长沙 打告 这什么事了 机关长 叶英去见了何也 什么 就在刚才 叶英突然来到我的理发店 他们说了些什么 何也说 叶英来一事试探何也 二来 他要何也小心提防虚光谱 叶英已经锁定虚光谱了 还有呢 叶英要何也 刺探关于云记号的情报 关于云记号 叶英知道多少 目前来看 他只知道在改装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何也 进一步取得信任的好机会 告诉何也 适当的时候 给他透露一些真实的情报 叶英尔英 机关长 这个 放心 明天早上云记号一走 传就在我们的手中 一旦何也取得了叶英的信任 那么叶英 就是我们手中的棋子 秦牧 叶英有没有说过 乔少山的事 没有 那看来 叶英还没有完全信任何也 黑天 中表店的布控安排好了吗 布控人员 已经就位 给我盯死中表店 好 大家回到哥子的岗位上去 一火计划的成败 在此一举 罗先生 这几天一定很忙吧 还好 云记号明天就要出岗了 你不会担心吗 每次他出岗 我都有些牵过 如果云记号 小姐 罗先生 饭好了 可以吃饭了 我还没画好呢 没事 吃完饭再画吧 那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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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什么事了 乔少山彻底暴露了 那这可就麻烦了 他们会不会不好说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只能勉强试一试看看敌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要去钟表店呢 没别的办法了 要不再等两天看看 乔少山等不了 你别担心 我走了 小心哪 我走了 我走了 말씀을已寻缴露了 我走了 能破译吗 加密方式和德灵诊所的不一样 他们一定是更换了密码 能想办法破译吗 只要知道密码册 我们就可以破译 密码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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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经 读书人 你闲得没事看看 去 给我找一本广义书局出版的上海经 好像有人来了 你怎么还来 确定安全我才进来的 你下午从预言里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跟踪你 没有 对了 你下午怎么去了理发馆呢 我去试探一下刘明镇 为什么呀 云记号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查出那个潜伏的特务吗 不仅要找出特务 而且 我们还要从他的身上 获取进一步的情报 你是说将计就计 你这儿被监视了 我进来的时候发现有特务 什么 不过 只要你别轻举妄动 暂时还是安全的 不 怎么会是安全的呢 你查出的那个联络人 王华培 对 他下午 本来是有机会对我下手的 但是他没有 那又怎么样 这就说明 敌人现在还不想杀我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只有这样 才能再拖延几天 对了 你跟刘明珍说了什么 关于徐光浦的事情 我也怀疑徐光浦 他昨天晚上单独见过王华培 今天早上也见了 然后王华培就离开了理发馆 我不是说过 你只负责监视吗 我看机会难得 错过了特别可惜 所以我就跟踪了王华培 你这样做 你想过后果吗 能有什么后果 一旦败露 就会威胁到 唯一和老韩联系的渠道 而且甚至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任务的成败 不管怎么说 我找到了确实的证据 证据有时候会说谎 怎么可能呢 整栋机器你没听说过吗 敌人想让你往右看 他就从左边暗算你 冰山直露出一角 我是想通过这个间谍 找出梅机关的整座冰山 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打乱我的计划 你有什么计划从来不告诉我 我只是想帮你 行了 别说了 你的身份 我还没有跟徐光谱和刘明珍说 你继续监视 那我应该怎么做 我一定要查出来 云记号到底运的是什么 还有 你这已经不安全了 准备转移 好 我听你的 你觉得徐光谱和刘明珍 哪一个才是日本特务 你怎么会越来越弱了 再看住 你怎么会越来越多优秀 才会越来越狠越犯一越来越败了 你怎么会越来越来越狠越 XL 怎么回事 现在的案外 两个人都有嫌疑了 信号政长 我之所以 我之所以 去立法馆见刘明珍 是因为 我在此之前 听到的只是徐光浦的单面说法 你说得对 徐光浦 他的嫌疑确实很大 是 是 我说过 我要从他身上 找出云记号的情报 怎么找 通过刘明珍 他 就看明天了 明天你要见刘明珍 是的 我已经跟他约好了 那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啊 不用 你好好在这儿守着 晚上等我 别忘了我告诉你的 别再轻举妄动 好 我知道了 你的神灵 我们直接估计 以为 配跟老马 和女专家 有多ч百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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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查出来 云记号到底运的是什么 还有 你这儿已经不安全了 准备转移 好 我听你个 你觉得徐光谱和刘明珍 哪个是日本特务啊 停 这一段怎么没有声音 不清楚 也许是故障 也许是有人路过 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听说过吗 冰山之楼出一角 我是想通过这个间谍 找出没机关的整座冰山 我希望以后 你不要再打乱我的计划 科长 乔少山的密电 已经破译出来了 念 已经锁定 没机关间谍的联络人 将会尽快找出 敌方间谍 现在 可以确定的是 叶英已经发现了清末 不过对于何爷和徐光谱 他还没有确定 到底是谁 所以叶英才会去理发店 见何爷 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才能让他更加相信 徐光谱是我们的人 何爷会有办法的 我有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 说吧 什么事 怎么了 下午 叶英来过 来哪 这儿 不是 不是 他去了理发店 我不是去弄头发吗 正好碰上 他是不是也试探你了这 这个人真是的 他怀疑我就算了 他怎么还怀疑你呢 这很正常啊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让我们打听一下 一艘叫云记号货轮的事 云记号 对 他说这艘货轮可能跟敌人的一个大计划有关系 什么计划 他不知道 他觉得咱们在码头上前锋那么多年了 肯定有关系能查到 哎呀 我怎么总觉得他又在耍我们 我看不想 要不 我明天去航运局试一试 怎么 你航运局还有关系啊 潘掌柜之前带我去过两次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认得我 哦 那么这样 我明天陪你一起去 不用不用 突然去了一个陌生人的话 我害怕他担心 再说了 你不是要去咖啡馆看一看 集点和叶英碰头的吗 嗯 行 那你明天自己当新年 知道了 我打听出来什么 我告诉你 好 嗯 这个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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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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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别怪我啰嗦 这个过日子就得找过日子的人 那个罗先生呢 多好啊 他对雀儿都那么有耐心 对你肯定也会很好的 乌玛 小姐 这项链也是到了该摘下来的时候 摘下来或许你就能忘记它了 你就这么烧了吗 这张照片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忘记它 忘记我们都没有 忘记我们了 就不忘记我们了 不忘记我们了 你还是不忘记我们了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 或许 我是时候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了 还有我们的 往下行 顺风顺水 顺风顺水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这些年来神灵保佑 靠着这片海 我们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望神灵保佑我们一切平安 以后也一样 九三 现在人和船都交给你了 总经理 放心吧 不管风浪有多大 我一定会避重救轻 绝不会溺水行舟的 不管顺风也好 溺水也好 人最重要 知道了 大胖 好好照顾船长 是 总经理 主要见不见 哪里 出现以下 启家 明天你们将登上云景号 前往长沙 在那里 施放于火 在那里 消灭他们 这是一项 艰巨儿神圣的使命 我为你们感到 骄傲 干杯 致死效忠天荒 程船长 你们来得很准时吗 大夫带他们去穿仓 是 冬野先生 请报 再适合 刀部 带琴祆号出岗 是 船长 全体穿越注意 准备出岗 准备出岗 全体穿越注意 全体穿越注意 准备出岗 准备出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多花点心思在新船的设计上 是的 曾经理 正好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我想把手头上的事情都放一放 专心设计新船 好 东野军 希望你一帆风顺 把余火带到城沙 我这次很快就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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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